人生不过如此而已 梁石秋 由陈时一播出 同学 同学少年多不见 武陵球马自轻飞 同学和同乡不同 只要是同学 同一乡里的人便有乡仪 同学则一定要有同窗共宴的经验 在一起读书 在一起淘气 在一起挨打 才能建立起一种亲切的交情 尤其是日后回忆起来 别有一番情趣 纵不约十年窗下 至少三五年的巨手总是有的 从前书房狭小 需要大家挤在一个窗前 窗间也许 窗间也许注意基隆 所以书房又名曰 机窗 至于帮应死沉的厌台 大家共用一个 自然是经济合理 自有学校以来 情形不一样了 动辄几十人一班 百多人一级 一批一批的毕业 像是蒸锅铺的馒头 一剔一剔的发售出去 他们是一个学校的毕业生 毕业的时间 可能相差几十年 祖父和他的儿孙 可能是同一学校毕业 但是不便称为同学 彼此相差个十年八年的 在同一学校里 根本没有碰过头的人 只好勉强解潮 自称为先后同学了 小时候的同学 几十年后 还能知己下落的 恐怕不多 我小学同班的同学 二十余人 现在记得姓名的 不过四五人 其中年龄较长 身材最高的一位 我永远不能忘记 他脑后半长的头发 用红绳紧密扎起的小辫子 在脑后挺然翘起 像是一根小红萝卜 他擅吹喇叭 毕业后 投步兵统领们当兵 在堆子前面站岗 拄着上瓷刀的补枪 蛮神气的 有一位满脸歌的啰嗦 大家送他一个绰号 小闸丸子 人缘不好 偏爱惹事 有一天犯了重怒 几个人把他台上讲台 按住了手脚 扯开他的裤带 每个人在他裤裆里 吐一口唾液 我目睹这惊人的暴行 难过了很久 又有一位好奇心强 见了什么东西都喜欢动手 有一天迟到 见了老师为实验冷缩热胀的原理 刚烧过的一支铁球 过去一把抓起 大叫一声 手掌烫出一片溜江大炮 功课最好写字最工整的一位 归行举步 主任老师最赏识他 毕业后 与某大书店分行 由学徒做到经理 再有一位 由办事员做到某部司长 此外则人海茫茫 我就都不知所终了 有人成年之后 怕看到小时候的同学 因为他可能见过泥脖子泥 鼻涕流过河 往袖子上抹的那副脏下 他也许看见过你被罚站 打手板的那副囧下 他知道你最怕人知道你的乳名 不是大和尚就是二秃子 不是栓子就是大柱子 他会冷不防的在大厅广众之中 猛含你的乳名 使你脸红 不过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好 小时嘻嘻闹闹 天真帅之 那一段纯质的光景 已一去而不可覆得 如果长大之后 还能邂逅一两个总觉之交 勾起同时的回忆 不也快畏生平吗 我进了中学便住校 一住八年 同学之中有不少很要好的 友谊保持了数十年不坠 也有因故翻了脸扭过脖子的 大多数只在我心中 留下一个面貌倾慨的影子 我那一级同学有八九十人 经过八年时间的淘汰过滤 毕业时仅得六七十人 而我现在记得姓名的约六十人 其中有早妖的 有因为一时糊涂顺手牵羊而被开除的 也有不知什么缘故忽然辍学的 而这剩下的一批 毕业之后 多年来天歌一方 大概是动如参与商了 我三十八年来台湾 数同级的同学得十余人 我们还不时地杯酒聊欢 恰满一桌 席间无所不谈 谈起有一位绰号烧饼 因为他的头扁而圆 取其形似 在体育馆中他翻双杠 不慎跌落 旁边人就有人高呼 留神芝麻掉了 烧饼早已不在 不死于抗战之时 而死于胜利之日 不死于敌人之手 而死于同袍之刀 谈起来大家无不唏嘘 又谈起一位绰号臭豆腐 只因他上作文课时 卷子上涂抹之处太多 东一团西一块的 尽是墨珠 老师看了一皱眉头 你写的这是什么字 漆黑一块块的 像臭豆腐似的 红堂大笑 北方的臭豆腐是黑色的 方方的小块 于是臭豆腐的绰号不惊而走 如今大家都做了祖父 这样的称呼不雅 同仁公义摘除其中一个臭字 简称他为豆腐 直到如今 还有一位绰号叫火车头 因为他姓偏急 出语如帘珠炮 气羞羞 唾沫飞溅 坐视横冲直撞 勇猛向前 所以赢得这样一个绰号 抗战期间不幸死于日寇之手 我们在台的十几个同学 轮流坐动 宴会了十几次 以后便一个个的凋谢 溃不成军 凑不成一桌了 同学们一出校门 便各奔前程 因休息的科目不同 活动的范围自意 风云际会 脱轻淤子者有之 中午桃珠 遥缠万贯者有之 有一技之长 出人头地者有之 坐拥傲比 以至于吃不饱 饿不死者亦有之 在校的时候品学俱佳 头脚争容 以后未必有所成就 所谓小时了了 大未必佳 确实不堪其论 不过一向为人卑鄙 投机取巧之辈 以后无论如何翻云覆雨 也逃不过老同学的法眼 所以有些人回避老同学 唯恐不及 渡工部漂泊西南的时候 探老皆贫 涌出同学少年多不见 武林求马自清肥的句子 那个字字好不令人惨然 好像是滚滚猪公求马清肥 就是不管他一家都在秋风里 其实同学少年这一段交谊 不攀也罢 衣场温袍 雨衣胡好者利 纵然不以为耻 可是免不了要看人的嘴脸